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期的让皮肤不能呼吸 所以呢我对于保养这一块 真的是有特别注意 以前小时候都会觉得 好像就是那种抗老 或者是抗皱的产品 是要大概年过40岁以上的 婆婆妈妈才使用 就觉得我才几岁二十几岁 为什么要使用抗老 我不要 但是呢也是因为工作关系 然后会上一些美容保养的节目 听了很多就是老师们专家们 还有一些就是艺人朋友们的分享之后 发现真的越来越多 这个年轻的女孩 然后提早开始保养 就是抗老的保养 而且我真的有仔细的观察过 如果你越早开始保养的话 你发现他们的肤况 真的是有比较好哦 像我的工作啊 常常就是需要出外景啊 或者是出国 但是呢就会面对不同的气候啊 或者是时差 如果呢稍有闪湿 皮肤就会有状况 像我本身又是敏感性的肤质 如果用错或者是稍有闪湿的话呢 皮肤上就会红啊 就会肿啊 就会痒啊 而且女生一定都会知道 如果你肤况不好的话 化妆根本就盖不住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呢 就会容易有斑点啊 或者是有一些细纹啊 然后人就会觉得越来越老 所以呢真的要好好的注重保养才对 很高兴这次可以参加 凯内厅八周的试用 但是呢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惊奇耶 因为其实它很温和 然后它不含香料 所以你擦在脸上的时候很舒服 然后整个就是有一种就是紧致的感觉 你知道女生这在乎就是拉提 然后保湿度也很够 因为我本身除了是敏感性的肤质之外 也很干 以前呢出外景的时候啊 化妆常常就是因为可能太干 然后就会可能要一直补一直补 然后粉都卡粉 但是自从用了凯内厅之后呢 我发现好像补妆的次数少了 或者是甚至不用补妆 因为它保湿力不只够 而且可以持久一整天 所以呢现在我工作大部分就是在家化完妆 然后出去一整天都可以维持很好的妆效 那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凯内厅这个成分 那上次医师有跟我解释说 其实呢这个呢凯内厅这个成分呢 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肌肤增加它的防护能力 它是一种类似这个生物因子的成分 因为它本来就存在我们的身体里 特别适合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医美啊 你做完医美这种术后的保养跟使用 使用到现在我个人觉得好像在眼周附近 有一些就是明显的改变 有变得比较亮 然后呢肤矿比较稳定 然后比较有弹力 有比较水一点 希望呢这个美丽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或者是我继续使用可以再变得更好 其实啊我觉得年轻的女性 只要是女性都有很多的方法 让自己就是更年轻更美丽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保持一颗开心愉快的心 但是人家说像游新生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耶 如果你心情不快乐的话 你看起来就是好像会有明显的老胎 或者是不美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偶尔可以做一些开心的事 让自己就是心情很好 像我比如说就会吃一些美食啊 或者是偶尔shopping 犒赏自己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 也会变得很美丽 在日常生活保养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天喝足够的水 然后充足的睡眠 再加上规律的运动 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一定要做 就是你真的要大量摄取 很多的青菜水果 我觉得真的很有差耶 因为如果你就是譬如说 星辰代谢顺了 然后排便顺利的话 这是真的就是你皮肤真的会变漂亮 然后整个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体态也会变得很轻盈 好了现在呢 这周已经是试用Canetine 大概七周的结果了 当然我自己有感觉到很明显的变化 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觉得 嗯 有不一样了 相当期待下一周就是完整的八周试验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